美國麥沙東藥廠早前宣布 成功研製有效降低新冠肺炎重症 以及死亡風險的口服藥 為各國控制疫情帶來另一線的新廚光 當中,香港醫管局已計劃向麥沙東 合扣500個口服藥的療程 而美國、歐洲、新加坡等國家 更加與麥沙東合共達成至少幾百萬個口服療程的採購協商 美國麥沙東藥廠 香港及澳門董事總經理湯偉成 今日接受了我們的專訪 首度開箱透露藥廠在研發過程中 如何由全球疫苗競爭中先輸一仗 到最後靠新冠口服藥成功反省 中國人有一句說話 失敗乃成功之亡 正正是我們這個行業或公司常遇到的情況 在研發COVID藥物的情況下 的確我們都遇到一些難處 本來我們公司大概有四種不同的 包括兩種疫苗和兩種的藥物是研發的 但最後的情況就是 那三種有三種的藥物其實都是不成功的 我們最後就停止終止了那個 research 但最好就是我們發現到 它有一種新的口服的COVID藥物 是由第三期的臨床研究中期報告顯示到 是比較直面的一個數據 它可以成功減免到50%的死亡和住院率 所以變成如果它一旦被審批的話 其實它就可能是一種第一種口服的針對COVID藥物去做到 我覺得這是一個learning 也正正是我們行業的一個縮影 就是不是每一次的藥物的研發都一帆風順 而事實上不是一帆風順的 還有默沙東在香港的生意 今年2021年的時候 就因為正值COVID的影響 其實很多市面上的經濟都一般 我們的行業都不例外 包括病人少了 醫生可能也少了去開診 所以其實整體 我們當時去年開始已經籌劃 究竟我們應該怎麼做 我們跟團隊真的有討論過這個問題 其實我們可以坐在這裡等 還是我們應該要主動出擊 湯圍城市出疫情之後 市民比較關注健康 所以認為香港的本地市場也大有可為 他跟團隊相遇之後 希望可以邀請到MIRROR成員姜濤 擔任默沙東的代言人打入年輕市場 但原來一開始他們也曾經慘食檸檬 所以當時我們想到一個比較 在香港流行的一個健康教育大使的日選 這個就是姜濤 因為他也是一個非常在香港 土生土象的一個星星 也對於影響力很大 就是這個原因 我們去年開始已經approach 他們有關的公司去聯絡 究竟我們可不可以做到這件事 因為那個行業就未必太熟悉其他人 所以其實當中都是需要一些熟悉 去令到他們明白 其實我們想要做那個工作是甚麼 但我想透過很多不同的一些接觸 和令到他們明白 做一些健康教育、預防大使等等 其實可以幫到社會更加健康 其實最後我們是成功去得到他們的支持 和可以成功做到這件事 最後在湯圍城整個團隊的努力 以及姜濤威力加持下 麥沙東搭載一場漂亮的逆境波 更令生意氣死回生